嗨,各位跑者大家好,我是Daniel Mizuno對於學說的跑者來說 也許是一個相對傳統的跑鞋品牌 那尤其是一個常態在販售的跑鞋來說 他們的設計也是比較偏傳統跑鞋的造型 但是呢,其實從他們的很多小細節 或是從特殊協款來說 我們其實都可以看出這個品牌 它持續創新突破,然後做大打嘗試的一個風格 那尤其是在這兩年,Mizuno可以堪稱是一個 在市場上最不安排出牌的跑鞋品牌 尤其是在大部分的競爭對手 他們都相近推出相反的跑鞋設計的時候 它能持續推出一個主要走出自己的路 跟別人不一樣的跑鞋設計喔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所介紹這款 話題系統的尤其中老頭Wave Duo Pro 那Duo Pro其實不用我多說 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這個懸浮式後跟的設計 那透過大範圍在中逐加高加厚的一個Energy中底 來讓整個跑者的重心完全的往前 同時它的中底的碳纖維板的配置 也是依照這樣的邏輯 來讓跑者整個的重心能夠很自然的就落到中前逐上面 那這樣的設計其實也並非這個天馬行空喔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在中逐的部分 它有做一個往前延伸的弧線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你墊著腳鞋在跑步 實際上它從你中逐落地到往前滾動的弧線 是有做出來的 那這樣前傾重心的配置呢 其實它的用意是讓跑者速度帶起來之後 我可以完全不用費任何力量 就讓腳掌落在往前推進的預備位置 那所以跑者只要把腳掌往地上放 那透過自然的往後的推蹬 就能夠加速往前喔 那所以這款跑鞋的中底的設計裡面呢 其實就是希望跑者用最少的能量 能夠換到最大的前進效率 比較特別的是喔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官方宣稱 它僅有前後腳掌的一個2.5mm的足跟叉 但是因為它整個的重心非常的偏淺 然後再加上它滾動式的設計 個人認為呢它的足跟叉僅能夠當參考 實際上穿起來的跑感還是會比較偏前傾 那並且你會有一個腳掌在前面很自然往前推蹬的感覺 那這樣滾動前傾的中底設計 那搭配首介於該品牌的內纖探線尾板 那官方稱作這個叫Smooth Speed Assist 也就是期望透過這樣的設計呢 帶給跑者一個非常流暢的步伐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這雙跑鞋的輕量化也是一個非常重點的設計 這雙跑鞋官方宣傳重量只有190g 那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輕量的一個頂級的 馬拉松路跑鞋的重量配置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DUO PRO的大底設計 那其實它的大底設計也是跟目前市面上 競爭對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以現階段的這個厚底的路跑鞋來說 那由於中頂是整個結構支撐的主體 所以大底呢 通常是在重點的部位做防摩號 可以做一個輔助的一個角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DUO PRO 它使用了全腳掌的G3的顆粒大底 那這個大底的材質呢 其實如果對於那種熟悉的跑者 相信來講更陌生 它具有一個很好的抓地力 以及非常好的耐用性 那會這樣設計的一個目的呢 最主要就是希望跑者在透過這個滾動 落地之後 能夠獲得最充分的支撐和抓地力 那隨機把能量完全不浪費 推進向前 那鞋面的部分呢 DUO PRO延續整雙跑鞋的輕量效率的概念 調了單層的透氣網路 那只有在斜旋以及後跟的部分呢 重點部位做熱塑料的支撐 以撐起整個鞋面 那不過由於中央跑鞋 它重心配置的關係喔 所以它在中足以及後跟的部位 有稍微做收窄 那你讓跑者的腳掌 能夠穩定的維持在相對的位置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設計下 它會形成相對較窄的鞋面空間 不過它的斜旋其實是有充足的寬度的 所以這個跑者必須在試穿的時候 去細心感受一下 這樣的一個設計搭配 是否能夠符合你的穿鞋習慣 那在理想的狀態當中 其實跑步的過程就是 從中足落地 往前滾動 到內旋離地的這個循環 那DUO PRO這段跑程 其實它設計的裡面呢 就是希望把跑步的動作 極簡化 去消除不必要的力氣浪費 讓跑者能夠專注在 落地往前的力氣的感覺 那由於它特殊的配重和角度設計 可不可講 對於這雙跑鞋來說是更為重要 它個人十分建議的 你在試穿的時候 務必要在店內 簡單的放鬆一下 你忠實反映出這雙跑鞋 它在實際跑步的一個落地的位置 你穿著腳桿 它因為它重心偏淺 所以如果你穿著在店內走路 它是沒有辦法 跟你實際跑步的穿著感 是有相符合的喔 那今天這雙跑鞋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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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刺激